老大现在是不是有点像在那个调拨离间啊 我不是在调拨离间啊 我看起来很像在调拨离间对不对 哈哈哈哈 可是我讲的是实话啊 我现在跟民进党真心诚意的对话 黄姐没有被罢名下来的话 以后高雄政治人物就黄姐了啊 你喊其脉算什么啊 人家蔡英文都直接下令啊 你们这些民进党的老屁股 轮得到你们上版面吗 为什么蔡英文会突然那么挺黄姐 因为她就是有年轻人的那些 什么香港啊同志啊 她有年轻人的票嘛 她又曾经翻白眼韩国语嘛 排除万蓝的就要挺他们吗 可是我现在想讲的是什么 民进党你们这些政治老屁股 或是南部的这些议员 或是一些政治人物 你们是真心的挺黄姐吗 还有王浩宇 你会不会觉得 你加入民进党真的是很不值得啊 你加入民进党 然后整天在网路上面嘴炮 有人要罢免你的时候 没有人出来挺你耶 然后你就被罢免掉了耶 罢免掉之后 有人去关心你嘛 然后这样就算了 她现在在关心一个不是民进党的女生耶 你们民进党这样做对得起王浩宇嘛 然后你们这些南部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人物 甚至韩其迈 你看到蔡英文那么疼惜一个港外人士 你们觉得有没有心理不平衡啊 如果黄姐真的没有被罢免下来的话 他的风采会不会压过韩其迈啊 会不会压过高雄的这些政治人物啊 你们高雄这些政治人物站出来挺他的话 你们的风采可能之后被人家抢走啊 你不要傻傻拆文叫你们挺什么就挺什么耶 王浩宇你要不要想一想啊 你嘴炮那方面还是有一些才华的啦 可以的话也可以来我们这边啊 你现在被人家抛弃了嘛 老大现在是不是有点像在那个调拨里间啊 我不是在调拨里间啊 我看起来很像在调拨里间对不对 像的打一啊 可是我讲的是实话啊 我在调拨里间吗 我现在跟民进党真心诚意的对话耶 黄姐没有被罢免下来的话 以后高雄政治人物就黄姐了啊 你韩其迈算什么啊 人家蔡英文都直接下令了 你们这些民进党的老屁股 黄姐以后没有被罢免下来的话 蔡英文又他妈御驾清真 你们这些排队的这些 轮得到你们上版面吗 我这样在向调拨里间吗 哈哈哈哈 要有战略啦 这样听得懂吗 听得懂就听得懂 就是在调拨 是不是调拨 如果你们有民进党 你们自己去想嘛 老大讲的话有错的吗 调拨 什么叫做调拨 是乱讲话 让你们军心乱掉 那个才叫做调拨嘛 问题是我讲的话是实在的话 黄姐如果真的没有被罢免掉的话 你们这些南部的 你们这些民进党的 轮得到你们吗 所以说我只能说老大这边有业配的服务 业配的又来了 错不及访 老大这边有业配的服务 如果你们家有一些商品 或是你们公司有一些商品 你觉得很不错的话 想要增加曝光度的话 老大这边有业配的服务 业配老大这边会提供三个服务 一个自排的广告 然后口播介绍你的商品 还有影片的资讯栏下面 会有你的商品的连结购买的连结 脸书 IG 你想要曝光什么连结 都会有好不好 所以 如果你家有很好的商品 很棒的商品 想要推荐给小弟小妹的话 有业配的服务 业配怎么联络 影片中间下方一个联络 LINE AT 都可以联络起来 老大就可以业配的服务好不好 感谢大家